日本再次捐贈疫苗給臺灣 這一回是六點四萬劑的AZ疫苗 在今天下午一點多 抵達了桃園機場 而這也是日本第四度捐贈疫苗來臺 到目前累計 四批疫苗一定是有三百四十點四萬劑 這批AZ疫苗在完成了通關程序之後 運往指定的冷除物流中心 來進行檢驗封肩作業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則說 日本是好鄰居 感謝援助臺灣 這批疫苗的有效期 是到一百一十年的十月三號 還有十一月二十六號 未來會提供給國人 還有在臺灣的日籍人士來接種